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美股投资频道,我是奥斯丁 2021年1月的最后一周是多家科技巨头的中磅财报周 周二盘后出财报的分别有AMD和微软 周三盘后出财报的就有苹果、特斯拉和脸书 苹果、微软、特斯拉和脸书上大盘的比率是不小的 所以他们的走势会对大盘造成一定的变动 加上美联储将在周三公布最新的利率政策 所以投资者必须密切关注下周的走势 这几只股票的财报都是比较乐观的 所以我相信大盘短期是不会出现利空的消息 大盘屡屡创新高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随便预测大盘见顶的信号 适当的调整仓位的风险才是最稳定的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看AMD的财报预期该怎么看吧 AMD是一家芯片制造企业 全球因为疫情的关系 PC手机类的电子产品需求大增 所以各个企业对芯片的需求肯定也会大增 可是我们又怎么能够确定AMD芯片的销售额会增加呢 我们其实可以从他们的竞争对手 Intel上周刚出的财报里寻找一些答案 芯片是电子产品的其中一个重要硬件 硬件不像软件那样可以随意的被更换 而且电脑和手机也只需要一个芯片就可以了 所以一旦客户使用了Intel的芯片 他们就不会选择另一家公司的芯片 Intel的财报里显示公司的业绩不增反减 市场的芯片需求大增 可是Intel的业务却不理想 所以这就说明了Intel的业绩 有很大的可能是流到了AMD或者NVIDIA那边去了 因此很多投资者就对AMD这次的财报有着非常高的预期表现 AMD的股价已经在87-99美元的位置盘整了好一阵子 如果股价要突破100美元的话 那我们还必须看到AMD交出非常漂亮的成绩单 否则股价还有可能会继续盘整一段时间后 得到其他的利好消息才会爆发 同样在周二盘后公布业绩的有微软 前面有提到2020年PC类的电子产品销售量是暴增 世界上几乎每个电脑都使用着微软的Windows软件和硬件 因此微软的财报同样也是被市场看好的 微软这只股票很久都没有出现高增长的表现 是这么多个科技巨头当中回报比较慢的其中一个 上涨的速度虽然慢 但是换来的却是更稳定的表现 大盘如果出什么大事了 微软还不会掉很多 所以有一些投资者还是很乐意购买他们的股票 微软的股价在三角形里是盘整了一段时间了 股价目前看起来是有意突破三角形的压力线 如果股价要突破压力线的话 这次还得看看微软的财报表现了 如果这次股价突破了之前233美元的高点压力 那就有机会涨到242美元的位置 除了市场已经认为业绩会很亮眼之外 我们其实还必须注意他们云计算基础架构的业务 云计算一直被认为是能够推动微软持续往上发展的业务 所以如果Azure的业务能够保持跟过去几年一样的增速 那股价还有望慢慢往上涨 一旦Azure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那微软的股价也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跳空的表现 相反的如果Azure表现不佳 那还有可能会拖累股价的表现 接下来是周三将会公布财报的苹果 苹果在大盘的比率是最高的 市值也是最高的 所以很多投资者是非常看好苹果每一次的表现 还记得苹果去年四季度的财报 出现了iPhone、iPad和Mac的销量缩减 但是那时候是因为新一代的iPhone和Mac的推出 才会拖累财报的表现 虽然之前苹果并没有提供这次财报的数据指引 引起很多人的怀疑和担心 但是我们都知道之前iPhone12卖断货的新闻 加上苹果推出自制的M1芯片后 Mac电脑的产品也是卖得非常好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已经买了最新的Mac 他们对这次Mac的满意度也是非常高的 因此我相信苹果在这次的财报 也会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很多分析师也纷纷把苹果的评级调高 从继续持有调高至买入的评级 在技术分析方面可以看到 目前苹果在周五的时候是有意走出VCP的技术形态 周五股价是收在了139美元的位置 这是自去年9月以来首次突破了高点的压力 因此我估计苹果在接下来的走势将会非常的强劲 短期的目标价可以看到160美元左右 下一个科技巨头是最近有非常多争议的脸书 脸书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网络社交平台 但是最近对前总统特朗普脸书账号进行永久性封号的举动 引起了不少穿粉的抗议 扬言要停止使用他们的平台 后来德国总理梅克尔也罕见的批评了脸书的举动 但是这显然并不会对脸书造成什么问题 脸书必须关注的问题是越活越用户量的数据 还记得第三季度的财宝显示加拿大用户量大减后股价受挫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一下脸书的这个问题 虽然加拿大用户量在三个季度有所下降 但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脸书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年轻的用户 已经慢慢减少依赖他们的使用量了 现在的天使一代是更喜欢使用TikTok的 所以我们之前可以看到脸书是千方百计 都要弄死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好让Instagram的Reels能够取代他们 最近脸书修改了其平台的隐私政策 也引起了不少WhatsApp的用户抗议 结合了以上这些消息的数据 我认为这次脸书还是有可能会面对一些压力的 用户增长可能放缓 这可能会成为财报电话会议关注的焦点 我们可以看到脸书修改了隐私政策后 股价是严重受挫 差一点就跌破长期的中药支撑位 但是后来股价还是被迅速拉起来了 因此虽然脸书有用户增长放缓的风险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看好他们的未来发展 目前脸书的上升压力是非常多的 股价要上涨的话还是得靠着用户的表现来实现了 最后一个股票是特斯拉 特斯拉是近期的大红股 每个做空特斯拉的投资机构都纷纷投降 损失惨重 这也迫使投资机构把特斯拉的目标价调高至买入的评级 特斯拉的最新交车量是接近50万辆车的目标 这其实就很容易预测 特斯拉的财报将会实现好的表现了 特斯拉除了交车量是财报的重点之外 电池和自动驾驶的进展都是投资者非常关注的话题 李斌在New Day上宣布了150度的电池后 引起了现场一片欢呼 如果特斯拉的电池技术也有进展的话 那才能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 毕竟电池是电动车的主要零件 所以这是必须关注的 还有自动驾驶是电动车市场的争霸站 特斯拉研发的FSD自动驾驶技术 有望在未来以订阅的方式向特斯拉车主收费 订阅费可以持续帮助公司赚取利润 要知道用软件赚钱可是比硬件来得更好赚 所以以后特斯拉要保持增长的话 自动驾驶的技术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周日的推特就爆出了一则惊人的消息 有个网友就查到了众议院议长 黑洛西在1月22号是购买了特斯拉价值50万到100万美元 3月12号到期的看多期权 不只如此他买了苹果和迪士尼的看多期权 我会把链接放在评论区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看 很多网友都纷纷对佩洛西的举动感到震惊 感觉他是有内部的消息才会有此举动 所以在推特上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 不管佩洛西有没有内部的消息 其实现在特斯拉的技术形态是已经形成了三角形的盘整形态 这个形态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每一次盘整后特斯拉的股价都是会往上涨的 所以我估计下周的股市将会是美好的一周 最后我想补充一下 虽然我们可以从一些消息和其他的情况判断出财报的预期表现 但是赌财报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个人不建议去赌财报 因为没有人知道财报出来后股价会往哪个方向走 公司的财报能够不达标 但是股价还是照样能飙涨 所以有些时候还是很难判断的 如果真的看好一家公司的话 个人建议还是以长期定投就好 好的公司自然就有好消息 根本不需要赌财报的消息也能够赚钱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希望你能随手帮我点个赞和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